8月2号反国之后有主动填报有发烧 就送到集中检疫所 那今天确诊 今天有新增了一例的境外路的COVID-19的一个病例 这一位是案476 她是50多岁的女性 是我们国人 那长期居住在菲律宾 在8月2号独自反国 她是在7月30号之后出现发烧的症状 但是没有在这个菲律宾就医 8月2号反国之后有主动填报有发烧 而且有咳嗽喉咏咏痰及肌肉酸痛症状 所以在机场裁检就送到集中检疫所 那今天确诊 那目前有关她的前后两排的这个旅客 我们还在匡列当中 所以这是我们的案47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